故同吴轩宜脸黑安琪说刘伯欣像机器人的单依纯真的应该被拳网黑吗 2021年出道不过一年的单依纯跟于圈前辈吴轩宜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 在暴力舞台的第一期的点评环节中 不会跳舞的单依纯用一句免你藏着的话点评了吴轩宜的舞蹈 好看但也仅仅是好看 好好看 经营剔透的那种感觉 但是 但是 呃 我只喜欢看你 评价一出举座接近 笑意赢的吴轩宜也吓得收敛了表情 感觉你前面铺垫这么多好话是想最后卖个图穷比线 能让专业舞者一秒生气的必定是非专业舞者的外行点评 善一纯未必没有察觉这件事 只是说出的话覆水难收 他只好在内心默认自己跟吴轩宜结下仇气 但是他没想到自己所以为的仇敌吴轩宜其实并没有把他当死敌 善一纯于是形成一种将错就错的心理 每当吴轩宜想帮他一把时善一纯都会以为这是对自己处心积虑的针对 善一纯MV出现披露 吴轩宜指出并提醒应该努力突破舒适圈 你的部分你一定要完成好 而不是就是打退堂 我明白你的点 善一纯嘴上认同他的看法 但心里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 我觉得我虽然脆弱恐惧但是我依旧咬牙停下来了 这种单纯但倔强的情绪直接把善一纯退到吴轩宜的对立面 两人的矛盾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最后来了一次爆发性雪崩 节目组第二期稿是要求大家投票自己认为最差的选手 最终得票数最多的一个淘汰 这种赛制注定每个选手都必须得罪一个人 之前表现不佳的善一纯立刻明白了这一点 人生定不熟的她谁都不敢得罪 只好把票投给了已经得罪透的吴轩宜 投票理由十分苍白 认为自己并没有在MV中记住她 可能对吴轩宜不是那么的清晰吧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她明白吴轩宜也一定会投给自己 只是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投她的不止吴轩宜 还有宋米奇 亚米等四人 这直接让一场互相针对的仇杀 变成了众志诚诚的扫唇行动 这是善一纯罪不忍直视的场面 2021年爆裂舞台中 一直把吴轩宜视为死敌的善一纯 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不喜欢自己 在节目第二期的户头环节中 给她投淘汰票的不只有吴轩宜 还有宋米奇 亚米 娃娃和安琪 如果说吴轩宜户投善一纯是私仇 那么其他私人也投善一纯就是名义 在这期MV中 善一纯发生了很多纰漏 不够自信表演错误等等 这些并非她不努力或能力不行 第一期节目上车后 其他女选手形态各异地靠在座椅上睡大觉 会有她捧着手机学习舞蹈动作 诺文节目下班后 别人都各找各妈 她则在舞蹈室加练到凌晨 只要一上节目每次出现错误 表现最差的都有她 因为没有舞蹈基础的她 即便再努力 也没法在24小时内 超越其他练习三四年的女团成员 所以纯歌唱的艺人会出现在唱跳综艺暴力舞台上 本身就是节目组的重大失误 另外上暴力舞台距离善一纯出道不过一年 几乎没有经过社会独打的她 在面对经验丰富的前辈们时 暴露出情商缺陷是必然的 在谈及为什么塔皮案刘伯欣 时善一纯给出了一个容易产生误会的答案 如果这是普通人的正常相处 没人会建议 但在节目上 她的每次表情与言论都被放大 呈现到上千万观众面前 那么即便再微不足道的事情 对于她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如果没有吴轩怡的针锋相对 善一纯正的会被过度捧杀 18岁的年纪拿下好声音冠军 短短出道数月 便连上这位小红书之夜 天赐的声音等等 遇到她的导师 无一不说她歌声动听 唱功了得 观众基于她的期望 也都是假以时日 未来可期 所有歌曲都是一线制作人打造 每一次发歌都能在抖音兴起翻唱风潮 能够把人唱哭的歌声 再配上她甜美的外表 人处无害的表情 几乎能在瞬间秒杀国内 半熟少男 如果用三个字的评价 她那就是太顺了 一路走来火花带闪电 整一个爽文女主剧本 但是她不知道这份上天赐予的礼物 暗中标好了价码 她让钱中书先生了一句话 早熟的代价是早衰 而仿佛遇见她秉性的李健 也早在一年前就有备无患地说了一句 先沉淀再开花 我是想说 你目前是小和财楼尖尖角 我不希望你受更多的干扰 被过早地采摘 如果她能在学校再沉淀几年 将来必定能有丰硕的收获 你现在大一 在音乐学院中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 继续自己 天生夜貌 那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横滑四景 十二世人的李健完全不懂现代的潮流形式 大家都想着把流量尽快变现 不成一封口 捞一笔岂会罢休 山一纯也不出意外地违背了李健的意愿 好生日夺冠三天 就先后签约了百目娱乐和猫眼娱乐 参加各类综艺选秀刷脸 虽然她名为半工半读 但实际上进了圈的人 岂能有一片不染纯的心灵 身处高位的她压根不知道 有多少人对她暗暗嫉妒 想要拽住小辫子 把她拉下马 山一纯上了暴力舞台 因为公主病和低情商被骂 心思写在脸上的她 几乎无处不得罪人 形容刘伯星像机器人 又跟吴轩宜展开了一段激烈交锋 只是她应该庆幸 被她得罪的人都没有斤斤计较 如果真的遇上狠角色 她的命运就不是被黑 这么简单了